另外一个艺术创作 这是在东三乡柯林社区 配合着农村再生培根的计划 特别邀请社区的民众 还有村内就读美术班的学生 一起在广青桥下的提防 来进行彩绘活动 重现60年代 Kawana的农村景观 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这片美丽的涂鸦墙 早年的东山Kawana 到底是怎么样的景观呢 现在社区要透过涂鸦墙 带着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 重温60年代的Kawana农村景观 这个墙差不多有 差不多有100公司 我们就是都围了一些 我们以前掘鸟 保铲 打水车 打掘饼 看鸡 所以我们这个 最主要是要给我们 回忆我们以前农村的景象 一些老的辈人 我们现在少年都不知道 以前做铲的辛苦 这就是这次的结果 这主要是要让我们 柯林的 以前的风华 在下 在柯林社区的号召下 包括宜兰国中 东方国中 以及社区大学的学生 拿起画笔 响应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现在这个工作可以让学生学到社会服务的这种精神 培养社会服务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学生都非常的高兴 而且非常的乐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画一些稻田 然后卖税 没有 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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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没有在 这么大的画布上绘画过 没有 那这次在墙上留下涂鸦 有没有很高兴 还不错 还不错 墙上比较不好画 然后 对不容易画 然后 在画纸上比较容易画 这活动感觉有没有 第一次站在那个银架上面画画 嗯 银架 对啊 一开始感觉有点恐怖 大家知道就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这是很棒的体验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过 就第一次就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 对啊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 它主要是一个农村再生的主题 然后是六十年代的农村 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 我们就想要把这个时空去做一个串联 好 那我们是以农村里面最常见的 也最具亲和力的稻草人做一个主题 然后他们在这个晴空 晴空下 然后还有这个很漂亮 结满很饱石 已经即将丰收的这个稻田里边 在这里好像开场夏日阳光的party 这样子 我是家长 家长 那今天陪孩子来一起做这样的创作 对 因为我们也住在柯林这一区 所以很开心能够为柯林要画这个壁画 成为我们永久居住的纪念 这片长远100公尺的围墙 重新诉说着属于Kawana过去的故事 也在孩子们的集体创作下 陪着Kawana社区的民众 将继续创造属于更多人的生活记忆 时光隧道 回到60年代 野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